你的頭髮比老瞻好看 不是 你 他有頭髮嗎 他沒頭髮 為什麼我要跟他比 禿頭是沒有頭髮勒 直接在那邊禿頭禿頭 最失望跟最超出期待 東區我覺得應該是暴龍 直到現在我都不懂 為什麼暴龍打不出來 要撤一海有撤一海 要潛力求援有潛力求援 Scotty Barnes 好稱是字母哥之後 最有潛力的明日之星 然後你說他要空位 難道沒有空位嗎 Freven Fleet Gary Chan Jr. 這個防守算香吧 延伸型的常人 又有火鍋的 Chris Boucher 全明星等級的球員 Pascal Siakam 就你想不透就說 這支球隊為什麼打到現在 戰績排名東區12 所以如果最失望的話 我覺得會是他啦 身為尼克迷絕的 這季尼克很強 GM覺得他們能走多遠呢 一輪游 抱歉 這就接下來我要講的 最超出期待值的一定是尼克 東區這邊 絕對要給他這個 respect 可是抱歉啦 以Julius Randall RJ Barrett 跟Jalen Brunson 為主要核心的這支球隊 你要我怎麼看好他 沒錯 他是最超出期待的 他跟溜馬我覺得都可以算進去 但是尼克隊這邊真的 我只能說一輪游 那溜馬這邊我已經催了他們很多次了嘛 所以我也就不催了 溜馬隊開季前有誰 每個人都覺得他們一定是倒數前三啊 可是你看這個組合 Miles Turner算是生涯數據 今年算是打出了一個生涯年吧 Harris Huggleton 直接在我心目中 我覺得他是東區第一孔 是不是Benedict Mathurin 有機會拿新人王 有機會拿最佳第六人 然後Buddy Hill 全聯盟最快的男人 那溜馬這邊我已經催了他們很多次了嘛 所以我也就不催了 啊 唏噓的話 最令人失望的球隊一定是 迷你蘇達輝郎嗎 這個毫無疑問吧 開季前全部說哈 去換一個狗貝爾 然後打成這個鳥樣 勝率不到五成 你怎麼跟你的老闆交代 你把我球隊未來賠掉 你要我付一大筆薪資給Rudy 狗貝爾 然後你給我換來這個戰績 今天D'Angelo Russell 也退追了輝郎隊嗎 不知道他們內部出了什麼問題嗎 我們就繼續看下去 感覺D'Angelo Russell 是要被交易囉 就打到現在球隊一團亂嘛 那最超出期待值的 我覺得應該是勇士吧 他是連附加賽都沒有的喔 一開始 然後他在咖哩受傷的情況下 打出了一波五連勝 我覺得整體來說 他今年的表現 勇士這邊絕對是超出大家的期待 國王憑什麼牌西區第五 還有布克是不是證明了太陽沒他就不行了 憑藉太陽現在的連敗這季 還會進明星賽和聯盟前三隊嗎 憑藉著他們的戰績啊 那首先D'Ern Fox 跟Sabonis 今年都算是打得非常好的 我們的Sabonis 有小Yokic之稱 場均18.7分 12.5籃板 6.7助攻 然後D'Ern Fox 這邊也是一改他過去 沒有效率的那種爛頭 他曾經有個綽號是 貴貴Jr嘛 然後Kevin Herder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X Factor 今年的Kevin Herder 真的值得大家的尊敬 我稱他為白人的Clay Thompson 他表現完全就是一個小K湯啊 在Catch and Shoot的跟跑位的方面 我覺得最大的差異性是多了他 然後再加上教練這邊 運用Kevin Herder的方式 好我們接著來看一下 今年最溢價的球員啊 當然我現在腦海中有浮現一位球員 應該是在主場是穿白色的球衣 搭配黃色跟藍色的配色 球衣中間好像有一座橋 好像是那一位 但是我們確認一下 是橋啊 但是在湊勇士這一位之前 我們要意識到一件事情 實際上Pool今年的合約 還是物超所值的 他的合約是明年才啟動 單就今年他的表現跟他領的錢 他還是物超所值的球員 所以我們還是站在Pool這邊 幫他講一下話 沒錯他未來是有非常大的一筆合約 在等著他的 可是今年以他的表現來講 他還是一個物超所值的球員 好那我們接著來看 去年休賽季的球員 有哪些是溢價的 好像Zach Levine的合約也可以算進去 我不認為Zach Levine 今年的表現值得3700萬 最溢價的絕對是Zach Levine LeVine跟Bain GN比較看好誰的發展 那當然是Desmond Bain 因為LeVine他的天花板就是那樣 可是Bain總是讓你感覺 他會更上一層樓對不對 有防守練出外線了 現在練出自主進攻能力了 再加上他現在也有一些助攻能力了 每一年他都是一直在進步 我現在還看不到Bain的天花板 可是LeVine 我們是已經知道他就是這樣 可能就是灌籃大賽拿冠軍 投籃姿勢很帥 不論是2K的操作或是現實生活中 他都是一個字帥 可是僅此而已 他的打法真的能夠在GN帶隊贏球嗎 也沒有 他就是一個這種適合當第二進攻點 或是第三進攻點的球員 那如果你以2把手來分析的話 你覺得LeVine跟Bain誰比較好 絕對選Bain 別的不說了 憑他有防守這一點 你就是要選Bain 因為你是2把手的話 你勢必要在防守端更扛 如果你今天是球隊的主力進攻點 防守就是我們來遷就你沒關係 可是如果你不是 你防守又有點不穩 在防守端會像勇士某位球員 今天在進攻端關鍵時刻摔跤 類似那種感覺 那就不行啊 那就不行 你們都逼我啊 白色巧克力Nash跟CP3傳球 我比較喜歡誰 論帥氣度當然是白色巧克力 可是如果你要以實戰來講的話 白色巧克力不能跟Nash跟CP3 擺在同一個level 這個是烏魯Nash跟CP3 我們有一說一 但是你說帥氣程度來看的話 看球我就是要看一個爽球 那絕對是白色巧克力 因為Nash跟CP3大部分時刻傳的球 都是那種一般的助攻 讓自己的隊友在一個適當的時刻 接到一個適當的傳球 不會讓你驚艷 可是白色巧克力是可以把傳球 做到比灌籃還要好看 那就非常難得 那你說Nash跟CP3的傳球 我比較喜歡誰的話 這兩位在我心目中 我都覺得太年糗了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比的話 我又認為CP3是比Nash更年糗的 所以我可能要挑Nash這邊吧 如果我今天是一個可以長均20分的球員 老實說我不會想要跟CP3搭配 我真的不會 我會想要更多的球權 憑什麼24秒進攻 20秒都是你在運球 我會這種感覺 對了 那今天第100集 我就順便來感性的時段 本頻道創到現在 直播的第100集 我有很多想要感謝的人 其中啊 最需要感謝的真的就是Jack 沒有他 他我不會這麼的積極的走到目前 在認識他的當下 我還是主要以寫稿片為主 跟他一起直播之後 然後剪直播精華之後 我才慢慢的就是多出了一些這種 面對鏡頭的影片 然後我的出片率什麼的也大大的提升 這一路上面有很多人 有一個人需要感謝啦 其實大家都不知道 因為我常常在說 我家片師多屌多屌 但是實際上 介紹我家片師威婷給我的是諾斯 所以這邊還是要感謝一下諾斯啊 沒有當初諾斯的介紹 就不會有後來的片師 沒有這位片師 也不會有後面的這些好幫手們 所以整個邏輯是這樣 真的是要好好感謝一下 那當然啦 那些跟我一起合作拍片夥伴 自然是不用講了 宏苦啊 食恩啊 雞腿啊 阿勳啊 小胡啊 他們都是真的幫助這個頻道很多啦 一路上來講的話 好嗎 因為上面的那個廣告是要不要跟他一起去 寫啊 還有什麼 你幹嘛在那邊露出個臉來 要感謝你喔 感謝你這種東西不用多說了吧 我為了謝謝你 我都已經對不對 跟你私定終身了 這還不夠嗎 你賺到欸 我剛在回抖內 我剛聊的難道不是回抖內 是沒被打過是不是啊 我從不欺負花小編 再一句